《金融時報》前幾天有一篇文章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關中國的千人計劃 原來除了中國製造2025 不在中國的媒體裡突出 甚至是隻字不提之外 很容易檢查 在網上看看有沒有官方的媒體提 中國製造2025 中國外交部也接受外媒訪問的時候 就說這是一個指南 不是一個具體的藍圖 或者是一個工作的計劃 這是找誰信 但是他說是一個指南 現在不直接在媒體裡提出來 是不是就等於不做呢 這個大家都心自肚明 同樣地這個千人計劃 也是一樣的 這個千人計劃本來是用一個相當豐厚的 或者豐富的獎金去吸引 去海外留學 學有所成 研究有成就的一些科學家 用一個相當豐厚的獎金 或者研究經費吸引回中國 這個千人計劃 其實是2008年開始的 目的就是 提升中國本土研究的水平 然後給一大批在中國出生 在海外長大 或者是中國出去留學的一些 海龜派 主要是科學家 去效力這個祖國 引他們回來做事 很多參加千人計劃的人 或者公務員 計劃仍然進行 最新一輪就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是申請的 不過呢 在中國是極度低調地去做這件事 不再提這件事 因為千人計劃已經引起美國 包括一些西方國家的懷疑 因為美國的調查人員 開始注意到這個計劃的科學家 尤其是在美國做事 或者在中國停的一段時間 做過一段時間 由美在美國 去了中國 回到中國 然後又再回到美國的 這班科學家 他們說是最敵德懷疑 而在中國有方面 就說不要再提千人計劃 這個名字 在去年12月 美國的FBI 反間諜部門主任 叫做普利斯塔普 警告美國參議院 一個委員會說 中國的人才招聘 和人才引進的計劃 鼓勵在美國機構 蝕取知識產權 這個招聘人才引進的計劃 其實就是指這個千人計劃 就說千人計劃 其實是鼓勵這班科學家 去盜竊美國知識產權 這個是FBI 反間諜部門的助理主任 向美國國會提出一個警告 在去年的9月 在Texas 德克薩斯理工大學 Texas Tech University 在一封信裡 警告全體的教職員 美國國會把千人計劃 視為中國打造技術優勢的 全面戰略的一部分 國務院和國會都相信 這個計劃和中國軍方密切相關 封信就警告 中國的千人計劃入選者 可能會被禁止 在美國國防部獲測資助 未來可能會被禁止 獲得美國聯邦研究的資助 對研究人員來說 是一個重大的不利因素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們貴校 或者我校裡面的科學家 或者科學工作者研究人員 被納入千人計劃的一部分 就是國防部和聯邦政府 都可能會停止對科學家 或者科學家參與的團隊的資助 簡單地說 沒有錢 沒有錢就什麼都做不到 當這個計劃被懷疑 是一個間諜計劃的時候 美國人出錢 國防部出錢 美國政府給錢 聯邦政府給錢 這樣就有權停止 即是間接地 或者不是間接地 直接地 會令到美國院校 對於華裔科學家 會零眼相看 會問你有沒有參加千人計劃 甚至不用問 華裔已經是 不要讓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這會起到一個 從一個種族去判斷 是真的有種族歧視的 這個作用在裡面 這篇文章的作者 訪問了不止一個 來自中國的科學家 其中一個姓韓的 在機構的首席 周鵬官 就是CEO 這個機構 有三十個千人計劃的專家 合作過 他注意到 情況正在起變化 他說中美兩國的技術競爭 現在很激烈 美國想 這些由中國去的科學家 設置障礙 所以中國不再在文章 或者會議裡面 提及千人計劃 這個名字 不再提了 中國頂尖大學的教職工 也接到指示 跟教職工的網站上 刪除老師入選千人計劃的訊息 而保護他們 免遭懷疑 也有人警告 美國政府的擔憂 只是演變成一個 針對華人學者的一場 不分青紅造白的種族攻擊 我相信這個情況 一定存在 一定會 殺錯良運 一定會存在 不分青紅造白的種族攻擊 令到這個情況 白宮裡面也有人提議 暫停向中國公民發出學生簽證 北京大學這位教授 就這樣說 他說美國正試圖全面壓制中國 這不只是千人計劃的問題 這位曾經生物科學教授 就這樣說 他說他曾經在美國生活了22年 為了回國放棄了美國國籍 自己回國之後 多次被美國他簽 在深圳的創新科學園裡面 一個遊客掠過了千人計劃的口號 一幅牆 說一個導遊 帶著一群人去參觀 走了之後 走到一幅牆寫著千人計劃 對於參觀者 隻字不提 走過了 他就說我們不再提這個名字 中國的千人計劃 其實不止一千人 因為他用千人計劃 教職或短期的書 書籍工作 主要叫他們回來的地方 就是美國或西方國家 那些學友所成的 錢有多少呢 錢大概有100萬人民幣 作為個人安家獎金 再加最高500萬人民幣的額外研究經費 讓他們自由支配 這些專家還可以在地方政府 和附加獎勵裡面 得到更多的獎金 他說這些傑出的研究人員 是曾經最高拿過1億人民幣的獎勵 這個數目 其實對任何國家的科學家來說 包括香港在內 是相當吸引的 固然自己倒入袋的錢多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他能夠拿到很多研究經費 能夠請很多人來做 買很多新的東西去做這個研究 對他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對他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幫助 可以這麼說 真是名誠兼利就 所以為什麼 很多在海外 已經安頓的中國去的科學家 都被這個錢人計劃吸引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呢 今天呢 現在這樣的做法呢 就令到這個錢人計劃 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挫折 說得對的 這篇文章我分析得對的 會有一些完全跟這個錢人計劃 知道不上哪的學者 叫華裔學者 可能因為美國或者西方國家 對中國的科學研究 科學家的懷疑 而無辜地受到連累 可能這群人 只是默默地 埋手去做自己的研究 是完全不國民政治 也跟中國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可能呢 因為他的來源地在中國 偶爾會回去 探親一下旅遊也不一定 可能會受到拖累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種情況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中國利用千人計劃 去盜取別人的知識產權 這不是空熱內風的 這是實質存在的 有些是用真正偷的方法 進了別人的社會室去偷別人的東西 有些是 我們也說過 譬如他作為那個機構的 一些審批項目的評審委員 拿了這些項目 人家拿了這些項目 跟他談完之後 這些項目轉過頭 就已經回到中國 可以做研究 這些令很多研究機構 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因為這些來自中國 已經相當有地位的科學家 為何那個品格 那個道德水平 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是完全違反科學研究的道德 大家問一個問題 做完一次後 發覺是這樣的 對不起 以後不會讓你蝕捉這些機密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現在中國不再提到千人計劃 甚至在網站上 刪除了紫計劃的機構 哪些科學家屬於千人計劃 以免被懷疑 這樣更糟糕 這樣更糟糕 那麼千人計劃就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地下組織 是不是 變成一個秘密組織 不讓人知道究竟哪些人進去了 就是說進去千人計劃裡面 就要維持一個秘密的身份 好像搞地下活動的身份 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 只要你是華裔面孔 來自中國 而偶爾又會回到中國大陸 又在美國的研究機構裡面 地位相當高 又會洩足到很多研究機密的時候 無論你有沒有參加這個千人計劃 你都會受到懷疑 這樣就很慘了 大家可能還要問一個問題 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就不是那種 好像民粹主義 或者種族主義的一個程度 所有中國學生都是間諜的 所有中國科學家都是間諜的 我覺得用所有這個字 一定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OK 所有黑人都是很落後的 所有黑人都不說衛生的 這絕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所以所有中國人都是間諜的 這就是我百分之一百不同意的 因為用所有這個說法 只找到一個不是 整個邏輯已經被推翻了 但問題就是 誰是使得這個局面出現的呢 我就要尋根求低問一下 誰會使得 所謂央及無辜的情況出現呢 大家就要問 這是否中國政府 要刻意地把這些科學家 視為自己的工具 作為盜視別人知識產權的工具 而這些部分的科學家 又要服務偉大的祖國 又或者因為利益的影響 一百萬幾百萬 上億的獎勵 而甘心情願做這件事呢 那是不是一顆老鼠股 可能是數以千計的老鼠股 令到這些窩粥 全部沒有人敢要 即是說 相及無辜的 並不是美國去懷疑華人的科學家 是間諜是特務 相及無辜的 正正是中國自己的千人計劃 所做出來的和根 所種出來的和根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只是自己才能提供答案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或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